湖人队在修赛西招募詹姆斯前途看似一片光明,但新赛西开赛以来他们表现却并不好。 在今天120比124不敌分林篮后他们二胜五副排在西部倒数,巴特勒关键三分杀死了比赛,虽然所有人都做好了湖人心赛季战绩不佳的心理准备,但当你一直输球又没有改观时心态总是会发生变化,勒布朗也是人恐怕也不例外。 在今天比赛结束后,詹姆斯接受采访时则直接表示,我认为我们的转离球出现了几次停止,在一些回合中我们需要在快攻的时候多几次传导球,球队很多年轻球员没有太多经验,我们谈论过要保持耐心,但我们不能一直犯同样的错误,却期待能有不同的结果,我们需要变得更好。 当我耗尽耐心的时候,你或许不会想待在我身边的,很显然詹姆斯也有些不耐烦了。 今天的比赛胡人让森林郎,抢到了20个前场篮板,而且队友之间默契依旧不到位,多次快攻时基本上,都是选择一个人直接伤篮结果被防下来。 正如在詹姆斯所说,他们需要多传导球,而且在树之形方面,许多人都领会不到詹姆斯意图,裤子麻之所以总能拿到球,是因为他是队内少数,能领会到詹姆斯传球的人。 对比一下如今勇士的状态,胡人路还很漫长,詹姆斯之所以罕见的发牢骚,主要是因为球队并没有进步,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。 而且每次输球不是被绝杀,就是准绝杀,当然也有球,你表示詹姆斯的态度已经很明显,胡人如果再付出成绩,要么萨迹,中期会出现阵容交易调整,要么沃顿会有下课风险,对此不知道大家怎么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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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